不是錯誤就是訂不到 臺鐵訂票APP留言區 一早有路民眾一片罵聲 正因為一直以來 每到春節總是一位 難求的花東線車票 就算凌晨守在電腦前 或是緊盯手機螢幕 時間一到 敲敲敲 就是訂不到 這位民眾幸運搶到票 超開心 大方分享秘訣 不過對雷訂到票的 只能燃年在世 原來都怪花東線太搶手 一到凌晨十二點 大家同時湧入 造成網路瞬間爆量 系統不堪負荷 結果搭檔 訂一次 因為有一些人 他可能是會用手機 或用電腦訂票 結果兩邊都訂到了 兩邊都訂到以後 他只有取一筆 所以另外一筆 他就會取消 對此臺鐵表示遺憾 也只能請民眾多體諒 不過沒搶到票的民眾 別失望 除了可等車票事出外 花蓮縣府也提供六個班次的 返鄉專列 另外還有三列返工專列 讓花蓮相親利用 好好回家過年 就廖文林嚴禁宇 花蓮報導